哈哈 嗨喔我的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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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喔我的媽啊我是王康 這個醫院就是一個充滿 那個生與死的地方 那之前呢不知道有哪個神病 神經病呢拍了一部電影 叫做恐怖解剖室 裡面的醫師呢厲害了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呢他們就怪怪的 比賽起殺人遊戲 這個利用他們的專業知識 來殺害病患 當然現實生活是不會有這樣瘋狂的人 但是 常常有一些新聞就是 去了醫院呢可能進去出來 可能找了什麼 可能多了什麼 這個案子就非常多 那今天呢我們要談談這個醫院 醫院恐怖的事情 首先第一個恐怖的畫面 就是我們的索密護士 唉唷 英情 媽啊 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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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της 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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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ível 嚝嚝巾 曾經住過院 開過刀嗎 有麻煩過 是去醫事的經驗嗎 你知道在你婚禮的時候 醫生都對你做的是什麼嗎 曾經有一個孕婦 她去醫院生產 你知道當她醒過來的時候 她肚子裡面除了少了寶寶 以及胎頭 她還遺失了一件 非常非常重要的東西 你知道少了些什麼嗎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剛剛講去醫院生小孩 結果什麼不見了呢 全家裡小姐 對 這在江西景德鎮 今年發生的一件事情 景德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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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名的大家小時候都念過 對啊 景德鎮這麼酷的地方 那就有一個婦人去生小孩 生完小孩她是剖腹產 結果後來她生完孩子 她覺得身體很不舒服 非常不舒服結果後來就去 比如說她在假醫院看生孩子 她到醫院去做檢查 結果檢查一發現說 她腎臟不見 天啊 就是說她生孩子的 火腹的過程當中 她腎臟被摘除 後來她就很生氣的去告 告假醫院說 怎麼會我生個寶寶 寶寶沒了 腎臟也沒了 寶寶有啦 腎臟也沒了 後來呢就發現說這個醫生啊 就聯合警方到她家去查 這醫生呢 家裡頭有180萬的人民幣 而且她也坦承她做非法器官買賣 對 然後她說她總共摘了9個腎 從那個孕婦 產婦身上去摘了9個腎 可是因為這件事情 在當內陸非常非常火紅 因為每個人嚇到 就不敢到醫院去做剖腹產啊 所以就有人去問專科醫師說 有沒有可能 我在剖腹產的過程當中 能夠同時摘腎 可是專科的醫生是認為說 可能性很小 難啊 一般剖腹都從 比基尼線這邊剖腹為主 除非你做正中很大的剖腹 你才可能連北鼻跟腎臟一起拿掉 而且腎臟是長在後 比較靠後背的地方 所以這可信性 可信度 當然是比較小一點 問專科醫生他們認為不可能 可是巧的咧 這個記者追到這個醫院 這個醫院這個醫生 他是監院長 他真的以非法器官買賣 被警方逮捕 其實我們前面看過很多新聞 真的非法從事器官買賣還真多 很多 非法從事器官買賣 在中國大陸來講 東南沿海是以深圳為主 在內陸地區的話 大概是以安徽 湖南 湖北 然後賣血艾滋病最多的是河南 天啊 各位如果去過那些醫院深圳的 那我曾經去過兩次 看了他們那個醫院跟一般公寓差不多 跟公寓差不多 就是幾台機器放在那邊 連那個手術房那些都在那裡 好 如果你到湖南湖北安徽 那更恐怖摘眼角膜的啦 只要你身上可以賣的 他都能夠賣 那換句話說 還有人賣那個什麼 從那個那我看過一則報報 從那個這裡賣 那個賣到這裡就皮膚 去賣燒燙商 直皮要用 直皮用的 天啊 或者別人減肥要用的 就是說他可以賣自己的皮膚 那安徽的呢我去看過了 那個是跟台南 不跟台灣的平民估父差不多 那髒兮兮的 然後一顆剩大概人民幣大概 賣的貴一點的話 高貴一點的話 差不多是六萬多塊 但是被 六萬人民幣 我賣給你的啊 我賣給醫院的 醫院賣給別人 那我不曉得 但是我哥的人拿到的 差不多八千人民幣 這麼差啊 中間還有一個價差 這個還有中介 這個中間都有中介 年輕人為了要一台iPad去賣掉 賣掉一顆剩的 是 只是要一台 年輕人 iPad跟剩我勸你選剩 選什麼iPad 你瘋了你 真的瘋了 你到河南去看他艾滋病 為什麼那麼多 為什麼 他那個整個醫院讓我去看 差不多七八個 七八個 然後每隔兩天過來抽 抽到沒有血 然後呢 賣血啊 他那個針筒的注射都是 那我抽完 趙哥 來 我們兩個是好兄弟 他又給你注射 重複使用 因為他來不及嘛 針筒共用 對 他重複使用 然後那我問他們 那我差不多是 十年前做的一個調查報告 我說 這樣子你賣血 他說我出去工作一年的年薪 大概只有三千多塊人民幣 他說那我賣血 可以差不多五千多塊人民幣 所以他說這個中間 那我勤勞工作只有三千多 我什麼事我都不做 我去賣血 然後中國大陸對於賣血沒有管制 只要那你是血他就抽 然後這樣子賣 他說我一年就有五千多 但是他們當他們感染到了艾滋了以後 就傳染給家人了嘛 是 那些都 他的太太最兼得 甚至於太太生下來小孩 都是艾滋宝宝 所以河南的所謂艾滋病患 他們講說 應該突破了將近五十萬賣相百萬 單單一個省 五十萬賣相百萬 結果他們發現 你賣血以後他的 他的醫療費反而更貴 對啊 對啊一定的 而且他有一句話講得多好 是 就是那個電影裡面說 啊 老天爺給我的財庫啊 啊 我不抽白不抽啊 對啊 不厲害啊 對不對 不過這個開刀 當然被人家偷偷把器官拿掉 是很不好的 但是有的時候 欸 醫生也很屌喔 他幫我們裡面放一些怪怪的東西 蛤 是不是這樣 黃醫師 黃醫師 這個真的是 其實剛剛我們在講大陸那邊是 故意犯 那我們現在一直在講醫療崩壞 我們就是擔心將來 這一類的醫療的疏失的情況會增加 是 那當年我碰到的案子是 那個時候 晚上人力不足 那我們開刀 那是一個緊急手術 是 所以醫師也很累 那 大家都很累 那剛好在那個大小夜交接的時候 是資深的護理師跟之前的護理人員 那個是新來的妹妹啦 那 其實 你會知道說 我們現在很多病房的護理師的那個 年輕的越來越多 老的都幹不下去就走了 是 這也是以後我們醫療崩壞的問題 不過今天先不講 我就講那個案子 結果 他們交班的時候 那個妹妹 年輕來的護理師比較嫩 所以 發生問題不敢問 結果等到那個教授要關傷口的時候 就是我們要把那個肚子 把它縫合起來的時候 理論上 我們要清點紗布跟器械 都要對傷口才能關好 他當時少了一根針 是那個縫合腸子的那種圓針 小小的 結果他沒有講 肚子全部都關完了 好 教授我們都把病人送出去了 這個妹妹才跟那個 就是交班的時候講說 他找不到那根東西啊 那怎麼辦 通常 理論上手術中 如果發現這種事情 我們是不會讓病人出去的 可是這個時候病人已經出去了 已經在普通地方 對已經在恢復室了 聽到交班才發生這件事情 那個當然 護理 交班的護理師 就是臭罵這個護理 這個滋生菜鳥 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當下我們沒辦法 我們這個病人 當時就還好也沒有什麼事情發生 但是後來剛好就是一個禮拜左右 他腹內又感染了 那 造了電腦斷層 發現有一些濃陽 而且其實我們也看到那個針在那邊 就跟家屬說 這個育後很差 那我們再去拚拚看 所以我們又進了開刀房去 把農藥清乾淨 然後把那個針找到 所以這個運氣算不錯的 這個醫療這個行為 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事情 你覺得這是一個小事 但實際上對你身體 可是一個很大的事情 對 像拆線 很簡單嘛 先拆掉就好 可拆線沒注意到衛生 是會讓人往生的是不是 唉唷 唉唷我的媽啊 像拆線 很簡單嘛 先拆掉就好 可拆線沒注意到衛生 是會讓人往生的是不是 唉唷 應該這樣子講 這裡是有一個非常小的故事 這個故事是發生在中部 中部的某一個警察局長 他治牙周 然後治完了 那牙周是要縫合的 是是 結果不小心感染 唉呀 那不小心感染呢 這個警察局長就覺得怪怪的 他牙齒怎麼還是那麼痛 那醫生說沒有關係 又打開又幫他刮了一次 唉唷 就是說沒有針對他的狀況 嗯 到了最後七天他就走了 啊 七天他就走了 結果是牙齒裡面長蜂窩性組織 你們相信嗎 你們相信嗎 牙齒會長蜂窩性組織 不可能啊 不大可能 可不可能 醫師 他應該是指那個 牙根那邊的生部感染 對 生部感染 然後全部都衝到腦邊 那我現在講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更扯 就是那個人 只是得了蜂窩性組織 還經過開刀 那個醫生通通都幫他弄好了 那弄好的時候 因為他的手術刀 是上面那個人的刀 是上面那個人的刀 沒消毒 他還沒經過消毒就順手 助手就順手 天啊 你交給了他 他有這麼急啊 那醫生也不知道就開了 開了以後 就把肉刮掉 然後幫他敷了 好 藥通通都敷了 然後跟他講 你一個禮拜以內 你洗澡的時候 要把腳抬起來 這個地方 不要碰到水 不要沾到水 然後這個藥呢 你就自己如何敷 他就天天按照醫師這樣 天天弄弄弄敷了 敷了結果不對 他說他的腳怎麼是 越來越痛 越來越痛 爛掉 可是外面看不出來 外面只是說紅腫 他是爛在裡面 對 很可怕 好 結果呢 他又去看那個醫生 結果那個醫生啊 剛剛好出國開會了 是剃手幫他看的 助手幫他看的 就是小醫師幫他看 幫他弄一弄 痛他沒有關係 又從這個地方劃個兩刀 他說我讓你的東西減壓 你減壓你就不會痛 他當時感覺到不會痛 然後又包藥 他說說這樣子 你再去十天 你在十天 腳不要碰到水 腳那個不要如何如何 然後那你拆線 到了十天他拆完線以後 打開來裡面一看 那個線拆開來 那個濃是什麼顏色 不是黃的 你們拆拆看是什麼 黑的 綠的 綠濃 噁心啊 然後 他們馬上做細菌培養 他說 他說這個就是等於 綠濃感菌 對 他說這個東西 很毒喔 很毒 然後就治不好 他就一直發燒 一直發燒 一直發燒 到了最後他全身都是細菌 天 這樣子走掉 所以他現拆完 隔不了多久 他就走掉了 那事後那家屬提出告訴 那提出告訴 教授認為他沒有錯 但是助手呢 說是老師叫我過來看 我也按照老師教我的 因為他當時不曉得 最後查了出來是那把手術刀 是開過上面一個人 又拿下面那個人開刀 所以他那個手術刀 沒有清理乾淨 而造成了重複感染 那個重複感染 上一個沒事 結果輪到他就有事 就是小小的一個傷口 這樣子人就走了 聽說那家醫院到了最後 然後也賠了兩百多萬 就是因為這個手術 這樣才兩百多萬 這個手術上面的舒服嘛 殷琦 殷琦不得了 殷琦 殷琦被醫生了 擦針通電 我的媽呀 你什麼病啊 是針嗎 是針 因為那時候為了要減肥 有一陣子很流行 針針減肥有沒有 通電 然後那個 那一個他是一個中醫的名醫 因為很多人去看診 然後電視也報過 然後那時候就為了就是 要讓自己 就是再穿小一號的衣服 然後我就只好去求醫 然後他就說 我們這邊一般針灸 就非常的 就是很一般 就是更高級 我們針灸完以後 再幫你通電 他說這樣會讓你瘦得更快 然後我一天針灸已經很可怕了 然後可是他 可是問題就是說 又要通電 我就覺得心裡更抖了一下 可是他醫生說 那要做嗎 不做後面還排一大堆 然後我後面一看 真的還好幾十個你知道 整個拍慢著到門頭都 電我 那時候就超級流行 然後我想說好 超級流行 你們問對面那三個都了解 那時候超級流行 那三個都有去做了 搞不好都有做過 三個搞不好都有做過 然後呢 痛不痛啊 非常痛 因為那時候 而且你的心裡恐懼會非常大 因為你 其實一隻腿要擦 一二十針以上 然後對 然後他擦上去以後 你看你的腿已經都是 都是那種很細的針 這樣站著以後 他還幫你通電 然後通電的時候 那種感覺就是針會抖 有有我們那個白藍杯 你不是電臉的那個 這是那種感覺 這是那種感覺 真的 然後我就想說 我一直在想說 我一直在倒數說 什麼時候才能結束 我只去那一次我就嚇死了 再也不敢去了 可是那一件這個 針灸電療呢 流行了好一陣子 對 因為從針灸 那個減肥 除了針灸外 再來就是針灸電療 加加長的時間 再來就是最近很流行 又出現問題的那個埋線 埋線 對啊最近也有很多 我不敢去埋線 對 因為我住過那個 我就覺得 要把那個針放進去 而且我聽說埋線很 那是埋針跟埋線 那埋線也很恐怖 因為那個是 羊腸線 對 而且植很多 沒有 植很多 它其實 植很多是什麼 植入很多 植入很多羊腸線就對了 那個人一年 那個婦人一年 埋進去一千五百條 妳看是不是很痛 是不是很痛 然後後來造成她感染 然後去開刀 然後全身好多地方都有 拔大腿 肚子 天啊 今天我們要告訴各位 一個很恐怖的事情 欸 有些教授論文寫的 巴棒 世界有名 但是開刀技術就 蛤 蛤 嚇嚇 欸 醫生 怎麼這樣 應該是說 這個 我們人的時間是有限的啦 是 那如果你把時間都花在 增進自己的刀法上面的話 可能相對的在學術上面的表現 就比較不理想 當然還是有很少數的人 可以兩邊都很得意啦 就服務做得好 然後學術表現又很耀眼的 但這樣子的老師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罕見啦 那我要分享的故事 其實是在更古老的故事 就是在更久以前的那個年代 有些教授 他們升等的那個方式 不像現在那麼的複雜 那麼的客觀公正 就很簡單就升到教授 那之後就沒有瓶鑑的這個制度在 所以 有些老師 這樣講不太好 就有些前輩他們 雖然是教授 但是他們的刀法跟學術表現 都沒有那麼理想啦 那怎麼辦 那 這就是我們醫院瓶鑑厲害的地方 因為醫院瓶鑑要求說 有些醫院要維持它的等級呢 需要有足夠的醫事人員 甚至他需要有教授的名額 所以有些私人醫院 就會去聘請這些退休的教授 來當門神 讓他通過評鑑用 聽懂 那我當初在某一家醫院 就碰到一個 某某大學教授的這樣的人物 我那時候就覺得非常納悶 因為我跟他沒有什麼交集 他也不是我的老師 我只是聽說有這麼一個教授 但是巡訪的時候 感覺他對病人不理不睬 然後 那時候印象很深刻 有一個病人他是肛門痣瘡 給他開刀 開第一次刀的時候 開完之後 那個肛門就是狹窄了 那這不算是非常嚴重的併發症 偶爾會碰到 但是 其實我們只要認真的跟病人解釋 那可以幫他做一些處理 說肛門整形數 是有機會修復的 可是教授 他就跟病人講說 這個我們再開一次刀 就開完第二次之後呢 變失禁 就是 天啊 他第二次傷到破約機了 那一次尋訪喔 查訪的時候那個教授 病人就在問 說 啊 夠燙啊 我這樣要怎麼過日子 過日子啦 抱歉我台語不好 沒關係 結果 這個教授很厲害 他直接對這個病人講說 你知道 常人指尿不是幹什麼的嗎 蛤 就是給你這種人用的啦 那當時我看到的時候 我真的非常的驚訝 我說 身為教授 哇賽 那後來 因為我們都會跟著一些老師的team 又一次又跟到他了 欸 有一個病人是要來給他開這個 大腸直腸癌的 開感 所以他是大腸直腸科的教授 欸 這樣講太明顯了 本來就大腸直腸科在開啊 一般外科也可以開 喔 OK 好 那這個老師 他的病人 欸 我去問病史的時候 發現說這個 大家都很稱讚他 喔 讚喔 這教授也好 也好 我那時候腦袋過來有點啪嗒 結果開刀 那個後來開刀開得非常的慘 那個就不講了啦 但是我後來發現 因為這個有一些秘密 就是有些醫院 是靠所謂的外科助手 跟萬年住院醫師在成場面的 就是 因為大醫學中心其實 它的編制很完整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然後主治醫師下面還有總醫師 住院醫師還分一二三年 甚至到第四 第五年 還有所謂的研修醫師 就幹完總醫師之後呢 你還沒升主治 給你一個位置叫研修醫師 人很多 外面不是啦 外面 你一台刀 那個 就一個主治醫師 對面常常是助手 那有時候這個助手 還不是護理師 他是 就是我們以前訓練的一些 就是找你好手好腳的 過來訓練你 會縫東西 會縫 會拉勾 天啊 其實外科有一點工匠性質 就是所謂的一匠 你很會開刀 因為你摸熟了 開過一百台刀的人 就是比開過兩台刀的人厲害 當然 所以這些私人醫院他們對面的人 就是外科助手 那這些助手真的很會開刀 我以前有很多刀也是靠這些前輩交會的 那但是還有一個東西叫萬年住院醫師 就是有些 可能是喬生或者是某些原因 他醫師執照一直考不過 但他也是醫學系畢業的 他沒有考到醫師執照 我們公立醫院就不願意 任用這樣子的醫師 那私人醫院很喜歡這樣的人 因為他可以把他當醫師使用 密醫 應該是密醫吧 這個沒有醫師執照 屬於密醫 屬於密醫 其實他可以受實習醫師的那個法保護 就他的身分是實習醫師 但是他要有 但是我實習已經45年了 你太久了吧 你太老了 我熱愛實習 你還在幹嘛 應該說 在主治醫師的指導下 他可以從事醫療行為 那 當時很好玩就是 這個教授他手下有一個王牌 萬年住院醫師 我看過這個前輩 白髮長長 開刀技術一流 他的同學們都已經是各大醫院的 主任 還不到主任 就是 年輕的主治醫師了 那他 他白髮長長的原因我就不曉得 他真的是看起來蠻老的 結果 他因為刀開得很好 每次教授對面就是佔他 然後教授其實只要化開皮膚 剩下他就把它全部解決了 哇賽 很不幸的 那這位前輩後來身體不舒服 去檢查發現說 心臟血管狹窄 那可能 就不太適合這樣子高壓力的手術了 所以他就轉戰那個一般其他業務了 所以這個教授後來就少了這麼一個好 幫手 所以他後來有一段時間那個刀的那個 水準 病發症非常非常多 就包括這個 開完尿失禁 跟我後來那個 所以那個家屬很奇怪 說很奇怪了 之前開得很好 被介紹過來怎麼 後來這個病人 開完刀 腸子也漏 然後 原來是這樣 原來他前面的聲明 是他能幫他建立的 外年住院醫師 他最早在大學醫院 所以下面都是總醫師 總醫師幫他開的 年輕組織醫師幫他開的 那他出來之後本來 又碰到了一個很好的外科助手 或者是萬年住院醫師 是 當沒有這些人的時候 他就只要變這樣 所以不能長期依靠別人 對 不敢做任何事情 都得靠自己 真的 尤華哥 在英國醫生認錯器官 這個 這個就是 你為什麼還一直指他 這個洪醫師說的 就是那個主治大夫 其實那個刀沒有開錯 他就交給了助手 那助手是一個新手 就是說他開的時候 他就要抓 不小心腎臟抓成肝臟 差太多了吧 沒有 腎跟肝 洪醫師腎跟肝長得像不像 不像吧 滿靜的啦 對 他長得非常的靜 天啊 所以幫主治醫師開完了以後 就說那你卻把他 壞的腎 腎臟癌那個腎 把他給割掉 結果他呢就是 割到肝臟 不是 把那個肝臟拉破掉 天啊 然後造成了這一位 英國老太太的死亡 但是英國他有一個特性 跟台灣不一樣 只要他確定 那你是手是 醫療過失 醫療過失的話 那個賠償是天價 天價 所以在沒進法院以前 他們要馬上和解 不像台灣都是進法院以後 再和解 那美國跟英國不一樣喔 你進法院再和解 讓你叫不敢 我跟你講 你進法院再和解的話 那那個錢是天價 搞大了 日本也是一樣 都上譽 就是你要賠償上譽 結果這位老太太 還是給她 大概兩百萬英鎊 哇 不得了啊 把那個這件事情 把它給擺平掉 兩百萬英鎊 所以美國有一個很有名 叫史密斯事件 但這個史密斯事件 就造就了美國 在醫療殊師上面 做一個病人辨識 那個史密斯事件 是有兩個病人 都叫那個史密斯 小姐或者是太太 結果後來一個 其中一個史密斯 他是甲狀腺癌 要切除甲狀腺 然後另外一個史密斯 他是乳癌 要切除乳房 結果後來這兩個史密斯 被送錯病房 結果你當然 對切 都知道 那個要切乳房的 甲狀腺不見了 甲狀腺的乳房不見 然後所以就變成說 很嚴重的這個病人 辨識沒有做好 然後醫療殊師 就變成 他們去統計 就醫療殊師的致死 每一年就相當於 國外統計 每一年相當於 每一天 一架747的飛機 掉下來就是400多個人 在美國 那台灣的統計是 醫療殊師致死的案例 每一天大概8到16個人 所以真的要小心 各位觀眾 現在知道為什麼 我的英文名字這麼怪了吧 為什麼 你這個英文名字 跟人家一樣 就常常會發生這種事情 哦 就太奇怪 會不會 是是是 你看500個人裡面 有沒有一個叫蝦鋼 不是 你都會用中文名字 開刀啊 你怎麼會用英文名字 我總會出國吧 我總會出國 未籌謀 那我這個信 這個信也太過了 太過癮了 這也是 對不對 駝是很少人在信的 沒錯 好 剛剛講的是活人造成恐怖的故事 現在我們要聽一聽跟 SOUL 靈魂有關的事情 讓我們歡迎 引起呼吸 你是一定要做這樣就對了 等一下開始 開始 開始 在半夜裡面搭過電梯嗎 你有沒有很害怕一種 電梯裡面 明明沒有人 你就會感覺到非常的擁擠呢 而且 或者是 你居然坐上去以後 它居然直達太平間 醫院 醫院本來就是一個生死交界的地方 關於幽靈的傳說 自然是非常非常的多囉 我們常常講說 我們常常講說 恰鬼 拿到燈 是早死 可是萬一 你找的是鬼 來幫你開刀的話 那是不是更恐怖呢 走 讓我們回到我們的恐怖醫院啦 麻醉師 已經變成了靈魂 天啊 他還會進開刀房工作嗎 對 就是有一個醫師 就是在晚上 差不多兩三點的時候 就 他值班嘛 然後就突然間 聽到那個 麻醉有一台儀器會打開 而且那某一個 開刀房的麻醉儀器被打開了 他就進去 看門一看 就有一個麻醉科醫師走出去了 他說今天有刀嗎 因為麻醉科醫師 大概我們都不太會認識 他就是 縫麻醉 幫病人做麻醉的醫生 但他也真的是醫生喔 他也整個訓練流程都一樣 後來呢 那個醫生出去也沒有理他 他就跑出去問護士說 今天有開刀嗎 因為他值班嘛 然後後來那個護士說怎麼了 他說為什麼那個 開刀房 第十開刀房的那個 麻醉機器被打開了 那表示 那個先把機器打開 表示等一下有人送來開刀嗎 是有緊急刀嗎 然後護士就跟他講說 嗯 第十開刀房嗎 他說 對啊對啊 怎麼會有人開 把那個機器打開 那打開機器的人就 醫生又不見了 然後說嗯 第十開刀房的醫生傳說 你千萬別錯過 加護病房裡連鎖效應 會要了你的命 這個加護病房 哎呀我的媽啊 整個訓練流程都一樣 後來呢 那個醫生出去也沒有理他 他就跑出去問護士說 欸 今天有開刀嗎 因為他值班嘛 然後後來那個護士說怎麼了 然後他說 為什麼那個開刀房 第十開刀房的那個 麻醉機器被打開了 那表示 那個先生先把機器打開 表示等一下有人送來開刀嗎 是有緊急刀嗎 然後護士就跟他講說 嗯 第十開刀房嗎 他說 對啊對啊 怎麼會有人開 把那個機器打開 那打開機器的人就 醫生又不見了 然後他說 嗯 好 我跟你講 那台機器常常被自己打開 然後他說為什麼 後來才知道說 那個 他看到那個 那個 麻醉科醫師 其實是個靈魂 因為那個麻醉科醫師 曾經 因為開刀的過程當中 一個病人死掉了 那病人死掉之後呢 就 就 判罪的過程當中 就認為是 麻醉過程有問題 就是 麻醉造成的疏失 致死 然後開刀醫師沒事 麻醉醫師有被判刑 那麻醉醫師就很生氣 然後也很不甘心 他認為應該 不是自己的錯 於是就在 那個開刀房 打那個青蛙甲自殺 然後 後來他的靈魂不散 一直常常去把那台機器打開 所以 那個 比較老資格的護士 都知道說 那台機器會被打開 所以 就是那個開刀房變成說 如果非必要真的 擁擠到不行的 真的 那天刀很多 才會進到那家 那個開刀房 不然大部分那個開刀 通常都空著 對 就先讓它空著 免得出狀況 因為萬一麻醉喔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說 開刀最大的風險 第一風險就是麻醉 第一風險不是最大的風險 第一大風險就是麻醉 是 有人還沒有開 一麻就熱高溫死掉了 會喔 所以開刀是一個很大的風險 你一個麻醉進去 像剛剛我還跟洪醫師聊天 就 有人只是去做個整形 一個麻醉蒸下去 他就 死掉了 醫師 您說奇救的時候病人的鬼魂 在旁邊看 有跟你打招呼嗎 沒有 這一個 其實我講到我自己 很多人都以為說 我看過很多鬼 那 我要再澄清就是 我爸自己是真的很重啦 所以 除了那個 還我錢的學長 我到現在還沒再看過他以外 其他的故事我都 應該都沒有算是真的 親眼看到 那一個案 那個事情是我在講 我以前在 南部某一家 比較小的醫院的時候 他們有一個 那個大神護理師 真的很資深的 那前面有 好像有人講過他 就是那個 沒有人的房間 那個急救鈴來 然後我不曉得怎麼辦 他就跟我講 他就把電話拿去說 你應該要去加護病房了 他很資深 然後我在被 直班室的那個 流水聲嚇到的人 他也告訴我說不要怕 那之前也有死過人這樣 那 有一次是在急救的時候 就是那個房間要急救 然後 大家衝進去 第一件事情就是 家屬先退出來 對 那接下來 因為能力其實不是很夠 我一判斷就是 要插管了 那我當時手下有一個 實習醫師 那 同時有這位資深的護理師 然後有一個菜鳥護理師 那實習醫師就壓胸 那我就在那邊給他氧氣 準備要準備插管 那其實要也不用打了 我們要插管的時候 這時候我就聽到旁邊很奇怪 就有人說 你要給我好好救啊 好好救 就是要我好好救他 你要好好救 那時候我很煩啊 我就大叫說 趕快把所有的家屬請出去 然後學弟那個時候已經被嚇到 他就已經停住了 然後我就趕快插管 我那時候本來以為說 學弟是要叫我趕快插管 才停止壓胸 其實 急救 正確急救是要一直壓胸的 好 那插完管子之後 東西弄一弄 就好了 我們就要把病人送到家戶病房 我才發現說 那個學弟跟 菜鳥護理師都非常的驚恐 那 不過我們還是把事情做好 回頭 我們就問說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學弟才說 他看到 他看到 我在救的這一個人 那時候站在我的旁邊 然後 在跟我講 在跟我講話 他們到底聽到聲音 但是我只聽到聲音 我沒有注意到一個 那我就問那個資深護理人員說 所以當時怎麼樣 他說沒有 他看到我旁邊有東西 但他沒有看到很清楚 所以他就過來請他出去 說我們要幫你 請你出去 很好玩 他走過來的時候 那個人 那個人 學弟說 那個護理師過去 跟他好像溝通一下 人影就不見 那 那個時候我已經把管子擦好 所以其實 後來心跳也回來了 最好笑的是 這件事情 後來那個病人 醒過來的時候 有來跟我講 他就是 嫌我偷懶 好像沒有認真救他 喔 蛤 他曾經或是 真的都看到 對 也就是說他 他從頭到尾就記得 我在 就是 那個其實就是很奇怪 就是他可以講得出來 我那時候在幫他 在壓 壓氧氣給他 然後學弟在他旁邊壓他 他那時候就 他好像有點碎碎唸 就說我們怎麼動作 好像沒有很快的樣子 其實那純粹是 第一就是我這邊是實習醫師 跟菜鳥醫師 菜鳥護理師 然後一個人 其實那個環境真的很難做事情 對 而且我們那時候 他最麻煩的是兩人房 所以其實是我們 那個資深護理人員 是在搬 搬旁邊的空間 那個環境非常不適合急救 對不對 而且他就只按 只按一按 沒有 要準備插管 沒有啦 他也要準備插管 只是非誤會而已 不是 但是 如果你當時你就急了嘛 對 對啊 因為都突然站在旁邊看 就不是人家 欸 好好弄 我就在你旁邊 各位 各位救我 還在裝就知道 去去去 好 孕婦手術失敗 但是他的怨魂就鬧醫院 這件事情 如果各位去過 還有一家非常著名的鬼醫院 對 對 沒有鬥 沒有鬥 不要亂講這個 沒有鬥 就講南部醫院 好 講南部醫院 那你 趙牙山是你 好 每次我講一個 都賴臨半天 都氣死人 鬼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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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之所以成為鬼醫院 那個是非常的妙 好 這件事情的起因 是有一個婦人 她生產 她在生產的時候 因為在早年沒有所謂的 超音波那些都沒有 那要由醫師來判斷 結果發生一件什麼事 一般的婴兒在子宮裡面 都是捲曲的 是 結果她的小孩是半臥的 半躺半臥的 半躺半臥的 結果醫生沒有發現 而造成了難產 那南產死了以後 那這個醫生 這家醫院很有錢 就把他先生找來 他說這樣子 那我 這個 就說那你 你也不要追究 你也不要伸張 那我給你一筆很大的錢 那他先生說好 他唯一的條件 他唯一的條件說 那我太太跟小孩死在你們醫院 那你們醫院你要幫我處理 好 醫院一方面火化 他先生拿了錢就走 應該講沒有什麼事 結果耳後這家醫院經常發生 只要孕婦住那個房間 好 他突然覺得 所以那個睡覺的時候 頭那個枕頭會弄掉 然後那個腳好像在那個床上 一兩公分 不然的話就是從天花板上面 就會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東西 掉下來 掉下來 不然的話聽到嬰兒的提升 所以弄的那個什麼孕婦那些 說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結果越來越密集的時候 這個醫院的副院長 他的老婆在 在南部的佛教界是很有名的 就是說一看好像不對 所以請一個高僧 到現場去看 然後做法 結果做法的時候 那個高僧跟那個孕婦就開始對話 他就開始對話 就是說 這件事情也發生那麼久 他說 截至目前為止 你都沒有跟我道歉 所以 你也沒給我超渡 你只不過那當時候把我炒炒火化 開張死亡證明書 因為醫院可以開死亡證明書 對 一定要醫院 醫生 他就把他炒炒火化 他說你應該跟我辦超渡法會 好 超渡法會那些通通都弄好了 隔沒多久 他又開始鬧 那高僧在問他 他說我的先生 現在已經結婚了 也有小孩 為什麼 他拿了我那麼多的錢 到了今天沒給我一個名分 所謂的名分 就是說 你連個臨位牌都不肯給我 嗯 然後就跟那個高僧對話 醫院一想 他說醫院的事情 那我容易處理啊 好 醫院的事情 那我容易處理 那你先生的事情 我很難處理啊 是 所以他就去找到了那一位先生 那位先生 聽醫院一講以後 他臉色也變了 他說我太太正在懷孕 天天聽到嬰兒的啼哭聲 嗯 那換句話說 他的先生也認為莫名其妙 你把他心中的解給解開了 他就說好 以後 他把他弄成什麼 就說這樣子好了 他還是他的正公 那這位 反正是續選是後期 所以他把他神位牌給 贏回來以後 結果什麼事情都沒發生 但是從此以後 就我所知 那一家醫院的沒落 就非常非常的快 就是這件事情沒有處理好 所以如果各位去南部 看那個這家鬼醫院的話 可以到二樓 二樓一二三四 第六個房間去看看 那個就是當年的孕婦 好 孕婦丟那個東西的地方 結果我們真的看到那個 什麼天花板 那一些東西好像一隻手 那個整個天花板的形狀 就破破爛爛爛 就跟一隻手在那邊 這樣 就在用那個手在那個丟東西裡 這個就是那一家鬼醫院的故事 好恐怖 誰沒事要去那邊 還有還有像家務病房 對 家務病房也是很恐怖的 您說有什麼連鎖奪魂的效應 對 這什麼意思 就是很多的資深護理師 他們都會知道說 有叫做勾魂 譬如說 今天在ICU裡面 在家務病房裡面 有一床出現問題 好 開始醫生急救 沒多久 另外一床發生問題 就會連三床發生問題 然後就是會有一床 本來就是病危 就是本來他就狀況很不好 然後呢 這個人來呢 他會勾走另外兩個人 就是叫做勾魂的一個狀況 所以很多資深護理師 就是他們大概都知道這樣的狀況 然後我一個朋友 他在那個ICU當Nurse 就有一次他就看到 一陣白煙 那個白煙很像那個霧 白霧 你伸手看不到五指的白霧 然後你很難去解釋這個原因 怎麼 這根本不是一個自然現象 因為在家務病房 你的冷氣啊 什麼熱熱 冷熱造成煙嘛 也不會 就那個白煙非常的濃過來 因為他們正在急救某一個人 後來那個護士就跟洪醫師講的一樣 那護士就說 不要鬧了 我再救了 就那個白煙 慢慢就散走了 就那個資深護士知道說 有人來鬧 就是在家務病房 正在有人在急救的時候 那道白煙就過來 是讓大家看不清楚怎麼救的時候 那個資深護士就知道說 是有人 其實有些頑皮的這個靈魂是來鬧的 對 然後就跟他們刺責一下 或者懇求一下 他們才散走 然後說 那煙從哪裡來 不知道 就是飄 慢慢慢慢整個那個地方 就出現了 就出現了很濃很濃的白煙 是 黃醫師婦產科裡面有人看到鬼頭胎 什麼回事 鬼竟然不是在地頭胎跑到殘胎 我的媽 慢慢慢慢整個那個地方 就出現了 很濃很濃的白煙 是 黃醫師婦產科裡面有人看到鬼頭胎 什麼回事 告訴我一下 這個 是我學妹跟我講的 就是他們在 我們婦產科 晚上會排兩個值班的人力 那通常 如果說有緊急的自然腸或剖腹產的話 就是輪著上 那剛好 那個那天有一個晚上有一個 自然產的 時間到了 就開紙夠了 準備要下來 那他就上產胎 那大家 那個他 他當時不是要 就是要上去輪到的那一位 所以他比較晚進去 他進去的時候呢 他就看到 產婦旁邊是 那個住院醫師 組織醫師在下面 那旁邊是實習醫師 然後 旁邊 就站了一個男士 那那個男士穿的是舊式的西裝 就滿破的舊 而且表情 臉色有點 有點陰沉 那他當時也沒有想太多 因為他想說 這可能是家屬進來 陪產的 所以他就站在旁邊 那等到 正式那個症痛很密集 抬頭要準備出來 就是要破水的時候啊 他就忽然發覺說 那個旁邊這個先生怎麼 有一點騷動 他想說是不是他太緊張了 而且 他因為也是第一次 他之前沒有看過人家陪產 所以不曉得說其實 這中間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那他就過去要 要跟那個家屬講一下話說 這家屬就往孕婦那邊衝過去 然後就消失了 接下來就是破水跟胎兒出來的事情了 當然從頭到尾 這個學妹就嚇傻了 然後就跑去問那個 旁邊的那個護理師說 剛剛是不是有人在這邊陪產 他說沒有啊 這怎麼會有人來這邊陪產 那他講完之後 這就很不合理的 第一個陪產的 要穿隔離衣 戴口罩 戴髮帽 然後通常這時候 陪產人員都是他先生 都是站在旁邊被孕婦罵的那一個 不會說躲得遠遠的 什麼事都沒發生 所以那件事情非常詭異 全場就只有他看得到那一個人 水碎投胎真的是 用跑的 剛好要合那個時間點 那個磁場對話才有辦法 真的啊 可是他在旁邊等就對了 對啊 哇塞 太可怕了 好了 今天跟各位聊了很多有關醫院的事情 有荒謬的 有恐怖的 那個 當然我們只是講一些特定的案例 並不是每一個醫院都這麼恐怖 你要遇到還不一定遇得到的 不過但是呢 這個看醫生還是要看那個醫生的醫德 還是要小心一點 今天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都還沒出出 楊日松和李昌宇的行安秘辛 楊日松法醫 以前有一種說法是說 他這個拿起來藏 譬如說他有濕水有沒有 或是說這個看的味道 會藏的味道這樣 他的那個農場 基本他算是重 算是重身體 對 然後我不曉得他為什麼呢 盛情妖曰 一定要我在那個 他的水裡濕的農場 帶來